好久不見的蔡依林28號出席公益活動 日前因為跟小朋友一起拍廣告 讓她儼然成為孩子王 不過酒莉卻透露 自己受歡迎的原因竟然是因為她 其實他們不知道酒莉是誰 我說那妳最喜歡聽誰的歌 妳本來想說 喔 我的歌的名字好像沒有 我還唱別人的歌 因為她比較喜歡鄰居姐 我還是很想要表現我的歌聲 我要唱她的 我記得我唱的是記得吧 她因為這樣喜歡我 小偉大 小偉大 小偉大我還沒練 我偏比較 小的一點 除了唱別人的歌讓小孩們很開心之外 就令自己的專輯進度 粉絲也是很關心 新專輯一直 一直有在籌備 然後就一直找不到自己要的聲音 所以有一點沮喪現在的階段 因為我是蠻憑感覺的人 如果這個東西還沒到的時候 我是沒有辦法應急的 產前憂鬱 產前憂鬱 是嗎 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這樣形容 因為我沒有懷孕過 就是東西要出來前的那一種不確定 最近有人在追求妳嗎 沒有 就是 隨緣吧 不管妳有沒有在戀愛狀態 能為自己感到幸福這件事情 是首要功課 妳是20年沒到嗎 我壞蠻多次的 哈哈哈哈 那妳有點見不到初戀 沒關係 所以妳的臉上面那個到底是什麼 我本來是排斥的 我覺得大家都看過了 就有一種覺得好像差不多這樣子 群演 我們公司是有討論說還是希望有一個 一個安典這樣子 但我們還在想說那個安典應該要落成什麼樣子 還在籌備這樣子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